在現今紋癌色變的社會中,大家都很著重如何抗癌 其實癌症是與自由基有關的 因為我們年紀老的時候身體自然衰弱 身體的機能衰退和老化是必須的過程 但當我們年紀漸長的時候,體內的自由基隨之增加 這樣會令身體的細胞、機能和內臟都出現氧化、衰弱 而癌症的出現與衰弱也有關係 如果氧化就會有機會令細胞變異,形成癌細胞 所以如果要預防癌症,我們一定要去抗氧化 抗氧化的意思是減少身體細胞,受到自由基破壞 有幫助延緩衰弱過程 預防因為受到環境因造而導致的細胞變異 根據美國最新研究發現,紫森番薯比一般番薯中的 花青素含量更高 它的抗氧化物就是這個花青素 能夠有效延緩衰老和預防癌症 還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健康 有助預防心臟病和中風 其實專家認為除了花青素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抗氧化物質可以發揮同樣的效果 在近年的醫學界發現了不少的食物中 有天然的植物化學物質 能夠有這個抗氧化功能 但現時世界的衛生組織還未能告訴我們 沒有任何的指引 每天應該攝取多少抗氧化物才有效呢? 專家認為 如果能夠每天有三份蔬菜 兩份水果這個飲食習慣 已經可以為身體提供足夠的營養素 不需過量食用 我們如果想提供抗氧化的功效 可以嘗試一種叫做五色飲食法 溫行進食五種顏色的蔬果 在不同的食物之中 攝取不同種類的天然植物的化學物和營養素 能夠加強抗氧化和預防癌症的功效 而根據中醫的理論 它有五種顏色可以供選擇的 就是 黑 白 紅 黃 青色 青色 每種各種不同的五種顏色 對五種顏色 是有五種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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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青色 當然多數是蔬菜 譬如芹菜 菠菜 是有五種顏色的 黑色 是芝麻 黑豆 是有六種顏色的 是有六種顏色的 木瓜这些就补我们的皮状了 所以在中衣里面就有这个五色的饮食法 西衣也有的 那是怎样呢? 因为蝙蝠过场 所以会等下一个视频为大家再详细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